現在是凌晨幾點 鴿子有在錄喔 好,OK 好 好,開始上工 等一下 好,開始 主席跟我們講一下,今天到目前為止,你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今天這一場,你談一下 主要是他們這一邊都是 舊心山有關新創產業,很多產業界的大老闆 聽一聽他們對產業的經驗 對我們在台北發展新創產業是有幫忙的 那對你的科技政策有獲得什麼樣子? 其實我跟你講,這來要好幾天 才聽兩個鐘頭有一些想法 通常是這樣啦 多聽聽,最後再綜合 那你這次是,就今年第二次來美國訪問嘛 可是你上一次只是還沒有候選人身分 那羅森伯格他沒有辦法過來,因為他在東岸有活動出席 那你有沒有多這個,胡欣盈帶話給他 因為他有機會和他互動 羅森伯格他10月18日會到台北見了 所以不需要在這邊見他 那在美東的那一場美台國防工業會議,民眾黨這邊有沒有什麼樣的訊息? 主要是我們黨秘書長、吳欣盈、立委 還有一些退役的將領 以前負責軍火採購的將領,有去參加 因為我們也是第一次參加嘛 那還是要最,對真的要做,對這個做執政要做準備 那台灣還是有人在關切副手的問題 這部分你有沒有認為新的想法 那你覺得這一次這個Rose跟你一起來 那這個舊金山的行程是做快點安排的嘛 就這樣 有任何暗示嗎 剩下的就等時間到你就會知道 那市長您這次戲谷是有助您制定的科技政策和產業政策 那是不是講一下主委區是不是就會把這次戲谷取經的成果 放入您的競選政策 以及是不是副手人會因為這一趟的接觸 然後就做一個決定 產業政策通常看一看 還要參考國內的狀況 最後會寫一個綜合報告 我倒覺得這樣 學習本來就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 你也不要幻想說來 哇聽兩個鐘頭你就變得多厲害 沒有那回事 那還是要問藍白河的問題 就是現在您認為藍白河是有共識了嗎 還是說現在是有共識只是沒方式 藍白河已經聽很多年快一年了吧對不對 每天在講藍白河 我說你們藍白河從來沒有跟我講過到底要怎麼合 對不對 我看他們都不反應 我說那這樣好了 比民調嘛 蘇人退出退選 欸我至少有兩個禮拜很清靜 不會有人在玩我 所以現在這個是你們這邊提出的方式 那你認為講了很久講了一年多 只是講講還說真的有這個共識 沒有啦 沒有啦 是這樣啦 對台灣民眾黨來講我們本來就跟誰都可以合作 因為事實上在立法院就知道嘛 我們是要議題合作 所以老實講 你說合 第一個合一定沒有問題嘛 和平的合嘛 反正我們民眾黨很少在跟人家什麼 立法院跟人家打架 沒有幹過這種事 那合作的合就看topic 看題目 所以我們有時候在不同的議題會跟不同的合作 那其實本來我們就在提上說 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聯合政府本來就是每個政府都可以 都可以在一起 那只是說 哎呀他們一開始那種 那種恐怕一開始 國民黨對藍白河的想像 那只是他們在想他們以前國親和的模式 親民黨就不見了 不過我倒是這樣啦 我是比較開放的態度啦 反正 我先丟一個出去嘛 看他們怎麼反應 我看兩天也沒有反應 可是只剩下一個月 我跟你講 你們都萬盡一件事情 我是急重症的醫生 我很習慣在最後30秒做決定 好 我是西谷休止頻道 想請問一下 市長剛剛你也有提到說 那科技產業教育其實都不是一粗可擊 都要長時間的 但是我們選民其實還蠻沒有耐心的 那在非綠陣營方面呢 那除了民眾的人以為 那現在像是 國民黨他們有很長期的經濟跟產業發展的經驗 那麼郭台銘先生他本身就是高科技的聚國 那您要怎麼樣在短期間內說服選民來支持您 甚至這個是不是有可能跟我們所謂的非綠整合有關 那產業政策它難在哪裡 像我在當市長的時候 我每次說我們要決定一個政策 第一句話是問誰是受害者 第二句話才是誰是受益者 所以回答你的話 產業政策的發展並不是說 它 就好像我們現在企業講ESG 就是說賺錢已經不是唯一的目標 你要考慮到環境 還有這個社會層面 還有整個國家治理的問題 所以來講決定產業政策不完全是由錢來決定 這也是我們慢慢在過程當中 懂這個道理才有辦法去制定真正好的政策 那選民不見得有這個耐心呢 您要怎麼樣睡覺 所以選民也是本身需要說服的 我每次都講這一句話 不要幻想一天改變這個國家 但是你也不要幻想你什麼事都不做 這個國家會改變 本來就是那種連續性過程 老實講我個人非常反對亮點政治 一片黑暗才看得到亮點 哪位屈請 謝謝大家 不好意思 台灣一直都沒有聯合政府 你真的覺得可惜嗎 有機會嗎 台灣我們一直從來沒有出現過聯合政府 內閣制就會 我跟你講 真的假的 如果立法院三黨不過半 行政院長需要立法院 過半同意 聯合政府就出現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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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